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我的好朋友这个阿凯这个张奇凯跟这个邱毅颖 为了那个超私鸡蛋干嘛的 两个在那边这个立法院唇枪舌战的 我们有权利知道这些事情 听说不只跟巴西买鸡蛋还跟日本买鸡蛋 请问一下这个50万的这些公司进口这么多的鸡蛋 最后很多报废 我们人民有知道有知的权利 这是我们人民的纳税钱 还包括疫苗 对不起 疫苗因为我们一直要让高端上市 所以挡疫苗挡了多久 让我们多死了多少人 这个我们人民有权利要知道 对不对 这是这么近的 然后你说要公布就公布 是公布了 全部涂黑 什么意思 到底这中间有多少的 我们讲猫腻 不能用大陆名词 到处 又不会控毛 这中间有多少奇怪的事情 赖总统你才上任 如果你真的站在所谓民主的角度 就把这些公开了 就把这些公开了 我相信你下次一定会再选上 可是问题是没有 现在这些东西你就挡挡挡 我们国会改革法案 就希望透过某种程序 希望把这些东西拿过来报告 然后我们新的立法委员要看 要调查 而且是要移动 不是国会可以 可以担任司法的角色